字幕志愿者 妹子 妹子 喂 我跟你说几句话 嗯 嗯 你放学了 嗯 啊 对我放学了 放学了 能不能到你家喝喝水 可以吗 嗯 可以 可以的 就是家在哪里 嗯 嗯 现在马上到了 他说你坐我车 我把你送上去 不用了我马上就到了 马上就到了 嗯 天黑了 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到家呢 因为我们家里那个学校有七八公里 然后比较远 然后我走过来的时候就天黑了 哦七八公里路啊 跑到家 对 家里还有人吗 有 有我奶奶 有你奶奶啊 嗯 到你家喝口水好吗 嗯 没问题 你坐上来好了 来来我开门呢 看一下 哎呀 小妹妹啊 我是旅游的 你奶奶在家想到你家喝个水 好吗 可以 可以 你上车好 嗯 好吧 你上车 哎 到你家的时候你叫我停车啊 好的 今年多大了 我17岁了 17了 嗯 叫什么名字 石果 石果 嗯 哦 放学 现在你看天都黑了 哈哈 嗯 下次在大山上啊 走夜路啊 早点回来走 如果我不来的话 你乌鸡妈黑了 个天 对吧 确实 但是主要是雪上 离我们家有点远 有一点远啊 嗯 好的 嗯 到了 嗯 好的 好的 我停车 开门帮你 谢谢 小妹子 你家在哪里 就在前面不远了 哎呀 这个路怎么都是小路啊 旁边都是玉米啊 因为这是别人家做的玉米 种了玉米啊 嗯 这个到你家看一下 嗯 我跟着你走 嗯 哦 在这里的 嗯 对就是这里了 到了 嗯 哇 这个是你奶奶 嗯 她是我奶奶 是你奶奶啊 嗯 她说什么 她说什么 她就说 嗯 这么晚了 我现在回来 她就 很开心 嗯 我今天 在路上 碰到她的 嗯 嗯 她记不懂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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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她说你奶奶 她很高兴 很开心 高兴啊 我把她送回来 你开心 嗯 你睡在哪里 我睡在这里 你睡在这里 你睡在这里啊 嗯 她说你奶奶呢 睡在哪里 我奶奶睡在那里 你奶奶睡在那里 你奶奶睡在那里啊 对那里 这是你的孙女 嗯 是你孙女吗 嗯 晚上吃过饭啊 嗯 她就是 我还没回来 然后她就把饭煮好了 但是 要等我回来一起吃 那你回来一起吃 吃过什么菜啊 我们奶奶就煮了那个 鸡屁股 嗯 是鸡屁股 嗯 鸡屁股 就是杀着鸡的 跟屁股也能吃啊 嗯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已经 算是很好的了 哦 已经很好的了 嗯 一起吃一点嘛 一起吃 嗯 鸡屁股 我们从来不吃这些 啊 可以坐下来 跟你们聊聊吗 嗯 可以 可以吗 打个凳子 这里 来坐吧 好好好 不自信不信 好 你坐在这里 啊 聊一下 嗯 说果 嗯 奶奶多大了 他七十了 七十岁了 七十岁了 哦 不是回来这么晚了 我想 很危险的 下次早一点 放学回来 知道吧 嗯 如果大山里面 雾黑的 也不安全 哦 嗯 我想到你家喝个水 没有水的哦 嗯 只有那些冷水 没有烧开的水 你们都是喝的三汤的冷水 对 啊 是这样的啊 嗯 你叫我吃这些菜 我也吃不惯 你们就吃这个鸡屁股 晚上你奶奶烧了 还等你回来吃啊 对 我吃不兴趣 你好像没看到你爷爷呢 我爷爷他已经去世了的 你爷爷去世了 嗯 说说你爸爸妈妈也没看见吗 我爸爸他已经出车祸也去世了 你爸爸出车祸了 对 多长时间了 嗯 差不多十几年了 年了 嗯 十年了 说说你现在17岁 你七八岁的时候你爸就出车祸了 对 说说你妈妈什么情况 我妈妈拿着 就是我爸出车祸之后给了我们一点钱 然后我妈妈就拿着那些也不见了 也不知道去哪了 哦 是你爸爸出了车祸 拿了一点保险的钱 对 这个钱被你妈妈拿走了 对 然后你妈妈冷的 他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去哪了 这个人问你奶奶 你儿子 是吃车祸了吗 嗯 嗯 哦 他听不懂 你跟他翻译一下 嗯 嗯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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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儿子 你儿子 是被车祸了 是被车祸了 就是一提到我爸出车祸去世的嘛 然后他就很伤心 他太伤心了 他太伤心了 就是他太伤心了 就是他太伤心了 就出车祸去世之后 我妈也跑了 孩子 你媳妇拿了钱 你拿了自由给你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给我们 就是我妈拿 你们一份钱都没拿到 没有 没有 我们对你们 紧紧的就这样 你在我们身边 悄然声息 任凭我们大声的呼喊 夜欢不醒沉睡中 沉睡中的你 默默地就这样 望着你强硬的身体 你爸爸车祸去世了之后 有十年了 有十年了之后 你妈妈就走了 就走了 拿了十多万就没回来过 没回来 现在他到哪里都不知道 不知道 也怎么说 在这一次包哥 来到舍果的家 他奶奶相依为命 他今年十七岁了 爸爸被出车祸 妈妈拿了一点保险金 就走了 十多年了 包哥 听了他们的 舍果的故事 心里非常的感慨 这个家庭真的不容易 这个奶奶 也七十岁了 家里就靠点玉米 买了一点个鸡屁股 再吃 真的不容易 我再问你啊 姐姐妹妹哥哥兄弟姐妹有吗 有我有姐姐 有几个姐姐 两个 两个姐姐 哥哥弟弟有吗 没有 没有 两个姐姐呢 他们两个都出嫁了 已经嫁人了 两个都出嫁了 出嫁了之后 你姐姐他们回来吗 回来 但是很少回来 因为他们那边也很忙 所以 只是我回来那么一两次 也不大回来 对 现在是说你读书的钱 开销 全是由你奶奶 种地 拢地玉米卖 对 是吧 对 是这样的 奶奶 你啊 自己 好好的 这个子女啊 很听话的 你们相应为命 你好好的照顾你奶奶 等你奶奶老了 你要照顾她 从小你爸爸去世 你在七八岁 由你奶奶把你一手长大 对吧 对 啊 是不是啊 是 啊 然后你奶奶七十岁 也不知道 能活多久 对吧 对 你姐姐 也能把她过年过去的回来 嗯 是吧 嗯 四伯啊 嗯 你有什么话 说两句吗 嗯 我是一位大少女的人 然后这里这么辛苦 我奶奶也 每天忙着的能活顾 去上学 给我交学费 所以 长大了我也会好好的笑起我奶奶 好好的照顾她 会好好读书 读书大山 对 好好的考上大学 走出大山 你讲了对了 以后要报销社会 知道吧 知道 嗯 你坐一下我去拿一点东西给你 不要了 不用了 不不不你坐一下 没事不用了 别没关系 拿一点东西 不用了知道 真的不用了 太让你破费了 太让你破费了 不破费 不破费 这个牛奶 这个块面 对不起对不起 别没关系 给你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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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果 嗯 我那是一个旅游的 传播的自密体 传播手 嗯 我走在大山里面 做门子了解 风土人情 你们大山里面的生活 嗯 知道吧 知道 我呢 在路上 天黑了跟你 淘口水吃 也是 了解你们的 农村的情况 我呢 拍一个 做一个短视频 要把它发到网上 可以吗 可以 没关系的 没关系啊 就发在网上 没关系吧 奶奶啊 因为你们的家庭 我听了你们的故事 心里啊 非常的感慨 对吧 嗯 你 不是讲难听你的 你妈妈 不行 对啊 拿了个 拒款 十多万 就跑了 是吧 留了你们 也不关你 对吧 对 你爸爸有这个臭祸 对 这些东西呢 给你吃 你们慢慢的 吃 我呢 以够的人的能力 来帮助你 如果 有更多的人 对你们的家庭的关心 包括 还会来 看你们 知道吧 嗯 我呢 自己 也不是很多 我拿五百块钱给你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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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钱也不是大怪怪的 都是这 稀苦钱 都是这 不用了 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都是你稀苦苦 你这个 我要 这个真的不用了 你这个钱也不容易 真的不用了 这个钱不容易 我给你五百块钱 这个不用了 一二三四五 这五百块钱 去到 买一点好吃的 跟你奶奶过 这个不用了 这是你们也是 拿好 拿好 谢谢 不关系 没拿关系 谢谢你 没没没 下来下来 坐 包哥 与人的能力 也不是很好 我回去了 你不留下来吃饭吗 不吃 我们也有土豆的 我咖地土豆给你吃吧 土豆我也不是 这么晚 大山里面开也不安全 我早点回去 叫我干嘛 我可以叫你一舌爸吗 可以啊 爸 来来来 你叫了我爸 不用了 你已经给了很多 我再给你一千块钱 你已经给了很多 这个不用给了 已经给了很多了 不用给了 八九十 拉好 你这钱 拉好 拉好 我下次还会来看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注包哥 带你旅行不迷路